哈喽大家好,我是雅耀 最近我们这边猪肉又涨价了 真的是要吃不起了 不过鱼的价格还是很理想的 像这种炒鱼才9块多一斤 今天就用它来分享美食吧 买的时候就已经叫老板 帮忙清理干净了 现在自己清洗一遍就可以了 然后准备一把小剪刀 把鱼鳍剪掉不要 两边都是一样的,全部剪掉 接下来再进鱼头这里切一刀 再进鱼尾处这里也切一刀 然后在鱼头切刀这里找出一个白点 左手抓住,右手拍打鱼肚一边拉扯 很容易就可以取出鱼心线了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方法取出 现在我们把鱼头切掉 再把鱼肉切成大块 我家里一般都比较爱吃炒鱼 因为小吃较少 老人小孩也可以放心吃 切好的块从中间这里把鱼头剔掉 全部剪好放入清水中 用手抓拌把血水清洗干净 血水较多的就换水多清洗两遍 然后捞出 放入大碗中 加入姜片 葱段 一勺盐 适量料酒 少许胡椒粉 用手抓拌均匀 腌制10分钟 准备一块老豆腐 先对半切开 然后切成厚度适中的小块 装入盘中 再来切个洋葱 也是切成小块 装入盘中备用 一把大蒜切成小块 一小块姜切成姜片 装入盘中 然后再准备一碟干辣椒段 葱段 半点花椒粒 先放一旁备用 腌制好的鱼夹出鱼块 放入另外一个大碗中 碗中倒入三个鸡蛋 用筷子搅散后 倒一半在鱼肉中 搅拌至时 每块鱼肉都裹上鸡蛋液 然后加入一勺淀粉 再次搅拌至每块鱼肉都均匀的裹上淀粉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把剩下的鸡蛋液浇在豆腐上 碰弄盘子使豆腐均匀的裹上鸡蛋液 锅中烧油 放入鱼块中小火慢煎 一面金黄翻了一个面 全部煎至这样 表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现在利用锅中的油 把豆腐也煎一煎 一面金黄翻另外一面 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现在另起锅烧油 放入两大勺香辣酱 炒出红油 然后下入配料 炒出香味后 下入洋葱块 翻炒均匀 然后整理的平整一些 把入金针菇 把豆腐放在上面 最后把入鱼块 倒入两罐啤酒 盖上盖子焖煮 这个时间准备一个红椒 对半切开后去紫切细丝 装盘备用 现在来看看鱼 哇好香呀 现在把红椒夹进来 还有香菜杆 现在开着盖子再煮两分钟 真的太香了 厨房外都能温着这香味 最后把香菜叶夹进来 就可以直接开吃了 鱼肉这样做 外焦里嫩 里边的肉质口感非常的嫩 而且是用啤酒煮出来的 一点腥味也没有 啤酒经过蒸发 也减少了酒气 所以老人孩子吃也没有影响 整锅菜不管是豆腐 还是金针菇 都灌满鱼香 真是太好吃了 喜欢了就收藏 加关注吧 有空做给家人尝尝 我是瑶瑶 感谢您的支持